我已經把它照相了 所以照著做就OK了 應該要不然就看影片了 OK 另外的話講到影片喔 這個昨天就有個同學前幾期了 他上完課之後 他寫信跟我講說 他 要重看 那我就覺得已經課程已經都結束了 對 那他就會希望說他還有機會在 在看嗎 當然怎麼辦我就直接回答說不然就重新報名上課好了 對不對 不然他可能意思說他希望 再加入新的論壇或怎麼樣嗎 那我覺得 已經事過境遷了嘛 已經這麼多 很久之後了 所以如果 可以的話有時候你們就是自己在備份一下那個雲端上面的資料 你不要幾年之後突然想到你剛好 又要有時間的時候又要學 然後又寫信 提出一些相對我會覺得有點無理的要求 那我又不是那種 會 狠狠心的人 直接回絕你 那我就覺得讓我心情就有點受到干擾 常常會有這種情況 對 你又 跟我要一些東西 那不過我上課都有講嘛 你們就 自己要備份一下 這些資源不會永遠都存在的 但也不會突然消失啦 OK 所以特別只有雲端上面的東西 這些 其實都可以備份的 你只要按一下 這邊的話就有個下載 OK 另外的話呢 影片 像這邊的影片 有沒有 點擊進去 這個影片你也可以找一下如果你怕將來這個影片不見的話 你也可以去找一些什麼YouTube的Downloader啦 之類的軟體 他也可以 全部幫你把它下載到你的電腦 你也可以把它備份起來打無所謂 只是說 不要很久之後才 問我這個影片在哪裡或之類的 OK 好 主要是提供給各位方便 OK 這個動作 應該不是必要的 OK不是我的義務啦 我只是因為 希望能夠兼顧到 你們的學習品質 這是確保你學會 我才做這件事情 但是 不要因為做了這件事情 然後 突然感覺是我應該要做的 我有義務要做 那就會覺得心情會有一點 稍微瘦一點點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那個 這個 我們的 這個樂透彩 那這一題的話基本上 也是跟剛剛的類似 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會希望統計什麼 101年 102年 甚至更多年的 哪一個號碼 中獎機率最高 這個是多年前的樂透彩 他是 大樂透的前身 大樂透 現在的話 是1到 49號 不過他現在1到42號 但是他 開出來的 號碼 跟這個 一樣 6個號碼 加一個特別號 OK 如果你有買過的話 應該知道 那我想知道 101年 到底 1號出現的機率多少 而且 要顯示出 是萬分之多少 那要怎麼做 其實公式 不困難 我們切到這邊來看 101年 那這個是從網路上撈下來的 第一欄到追欄就是他 這一期 這一期的話是 等於是 101099這一期 這7個號碼 那第2期 第3第4 一是類推 所以 應該講起來 這個範圍的話 我建議你是用一個 定義名稱 然後來統計 統計的方式的話 101年 所以Ctrl向下 這個就 總共有99期 101年 開99期 然後102年的話 這邊也是 OK 那我們要統計的話 就是說 1號在 101年的整個範圍裡面 他出現過幾次 除以 他那個範圍裡面 總共有幾個數字 就是他的機率 OK應該懂那個意思 所以呢我們可以怎麼做 1先把這個範圍 D到追欄 D2到追2 選起來 Ctrl向下 把這個定義 成一個名稱 因為 他上面沒有欄的名稱 所以我先選 然後給他一個名稱 叫做 如果打101 不行 因為他不能用數字開頭 所以這邊乾脆加兩個字好了 開獎 這個叫開獎101 OK 把它複製一下 因為待會開獎102可以用 切過來 一樣橫向 Ctrl Shift向下 那這個就是開獎102 Enter 好 那如果我想知道呢 101年1號開幾個的話 那我可以插入函數 用最近使用過的什麼 COMIF 對不對 範圍F3 開獎101 你拿一個 1號 有沒有 他就1號幫我找 有沒有 有找到17個 有沒有 蠻快的吧 一下 那機率的話呢 就是在除以多少 除以 他 不只99 99要乘以7 願意起有 7個號碼 6個號碼 再一個特別號 不過不是叫你用算的啦 應該什麼 你用Cons Cons開獎101 比較好 Cons就是算數字有幾個嘛 這個範圍啦 所以其實偷懶一下 你可以把這個複製一下 有沒有 貼到後面 把一幅拿掉 比較好 然後後面再補一個 刮壺 Cons 開獎101 然後後刮壺一下 打個勾 他的機率就算出來 他是 大概是 萬分之245 OK 不過如果你用這樣看 要不就要把小數點拿掉一點點 不用那麼多 可是問題這樣還是不好看 我習慣用 用1萬除 1萬分之 1萬次裡面出現 245 這樣比較清楚 所以習慣 讓格式變漂亮一點的話 我們會用 萬分之多少 不過你會發現 萬分之多少 有分數嘛 那可是分數裡面 只有百分之多少 那怎麼辦 沒關係 修改一下 把它補兩個零 按個確定 萬分之245 1萬次出現 245次 這樣就很清楚 有沒有 OK 所以 這招還蠻管用的 有沒有 只有分數 但是只有百分之多少 沒關係 拿來改 有沒有 改應該會吧 自訂一下 加兩個零 就OK了 那後面的東西 你就點兩下 然後這個公式 102年也不用了 反正你就複製過來吧 把它貼上 那因為他名稱 好處是 直接改一下 有沒有 101改102 所以有時候名稱還真的蠻管用 蠻好用的 什麼都不用改 然後這個 這個格式的話 複製一下 把它貼過 有沒有 複製 格式 過來 向下填滿 然後 再把 這個等於什麼 這個等於 這個 加這個就好 兩次加起來 那誰最多呢 我們就把這個 做個rank 有沒有 所以那個在 統計類裡面的話 有個叫rankEQ 所以這邊的話 我們找一個rank.EQ 這個OK 然後跟他講說 我的 結合計 在整個合計裡面 排第幾個 記得這邊把他鎖起來 F3 不 因為F4 跟你講 F4 其實按兩下就OK 因為其實鎖列就好了 不行 下個錢 突然他F4失效 按太多一下 OK 按確定 排名就 全部出現 OK 就這樣而已 再來的話 我們需要 把他變VBA VBA就是 清除掉 然後呢 就是再把他重新再恢復 不過這邊的話 你可以 考慮用丟公司就好了 怎麼做 請各位先試一下 OK 後面先還給各位 第一步的話 請各位 就用 定義名稱吧 OK 定義名稱真的蠻重要的 如果你會定義名稱的話 很多事情 會變得非常簡單 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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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